英国感染中共肺炎的人数超过了十万三千人 死亡总数达到了一万三千多人 而英国外交大臣代理首相拉布16号表示 将针对中共病毒疫情何以爆发的问题质问中共 他说英国不可能当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并强调了 在这场危机过后英国和中共的关系已经回不去了 英国外交大臣代理首相拉布16号在疫情例行记者会表示 在这次中共肺炎疫情之后英国与中共的关系不可能像过去一样 并表示中共必须回答全世界这场疫情究竟如何爆发 一名记者向拉布提问英国与中共的关系将如何改变 英国首相强深所属的保守党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政要 要求重新检讨与中共的关系 英国保守党资深议员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土耕哈特 1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我们需要对中共病毒进行国际调查 他已经夺走了许多生命还会夺走更多人的生命 我们不能容许掩盖真相或者说谎 让我们所有的人都处于危险中 即使是现在北京提供的假数据 仍在损害我们做出反应的能力 国防部助理政务次长艾伍德15号转发土耕哈特的文章 表示支持进行国际调查 并呼吁调查第一个感染的零号病人 以及最初爆发疫情的零号场所 他警告中共没有吸取SARS的教训 仍在隐瞒疫情 中共必须改变 因为可能还会有其他的病毒吸来 英国卫报日前披露 英国情报部门呼吁英国政府 在中共病毒疫情过后 重新评估跟中共的关系 包括紧缩对高科技 和其他具有战略意义行业的控制 新唐人亚太电视张其林综合报导